第十二课 阳山港 国家大型经济建设 上海阳山港保税区是中国最大的保税港区 由小阳山港口区域、东海大桥和与之相连接的路上特定区域组成 规划面积8.14平方公里 首期开发面积7.2平方公里 阳山保税港区享受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相关税收和外汇管理政策 它后来居上即国内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源区三方面的政策优势于一体 达到了目前中国国内保税港区的最优惠待遇 课文 阳山港 2005年12月10日 举世瞩目的东方大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阳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竣工开港 经过三年多 经过三年多奋力拼搏 经过三年多 上海位于箭头 童牌 Raven 导致福交流量通不够在水 ô 那奋力被损失的数损区 产品货币 拿来自作的那奋力 就可直接前往美国和欧洲 阳山港将主导东北亚定期货轮服务秩序的重新组合 东北亚将出现以阳山港为中心的新的港湾体系 阳山港开港之际将是东北亚航运中心洗牌之时 建设前,中国政府高瞻远瞩,审时夺势 从国家战略高度拍板决定建设阳山深水港时 正是看到了地理位置优越的上海的短处 因没有水深15米以上的深水港 虽然香源充足,却无法成为全球航运的枢纽港 1995年,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带队深入长江口杭州湾调查勘探 最后,科学家团队提出在大小阳山建港的设想 之后的六年研究论证 凝聚了国内外130多家权威研究机构 和高校5000多人次的科研人员的心血和智慧 完成了200余项专题研究 最终形成了200多万字的 阳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阳山港建港启动后 上海市将工程作为全市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中央和国家领导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 在周边省市的通力协作下 工程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阳山港迅速从蓝图变成了开港现实 一朝定局,满盘接活 阳山深水港一期开港后 原本在外高桥码头的欧洲航线全部牵制阳山港 上海港对东北亚地区大型集装箱船舶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上海港国际航运枢纽和中心的地位 同时,阳山港也将带动长三角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腾越 进一步实现成以港星、港为成用的发展目标 从东海大桥上的一盏灯 到海上凭空填出的暗线码头 阳山港工程的每一处细节 无不闪耀着自主创新的科技光芒 每一次进展,无不凝聚着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火花 小阳山距陆地30公里 水深流急,风大浪高 要在这座孤岛上建设现代化大港 世界罕见 在阳山港码头围田土和陆地之间 必须建设城台做连接 以防沉降 而要在深达40米的水下打桩 在中国建港史上尚无前例 面对这一世界级难题 港口分指挥部技术团队 创造性地提出了 斜顶桩板桩成台结构 成功地筑起了一道密牌的桩墙 形成阳山港坚不可摧的博案 为了实现打桩的快速定位 建设者独创了一套海上GPS定位系统 用七颗卫星定位一根桩 最大误差仅为一厘米 为了提高功效与质量 建设者在外海岛屿上 预制非通航孔吨深和香梁 用大船将这些几百吨上千吨的巨无霸 托运到施工现场 开创了国内施工新工艺 从打下第一根桩到全线贯通 东海大桥这座全长32.5公里 气罐长红的中国第一跨海大桥 35个月神速建成 创造了众多的第一 国际上第一次使用钢混凝土叠合试粮 创造了一次胶筑8300立方米混凝土的记录 第一次采用负20米以上深水软体铺排施工方式 创造了日吹填量15万立方米的最高记录 在大桥分指挥部掌门人黄荣的带领下 大桥工程进行了20多项科研实验 以获得和正在申请的技术专利达40多项 阳山港的建设检验了中国港口建设的尖端技术和创新能力 培育了一批领军人物和技术人才 他们以科学求实 严肃认真的态度 努力钻研核心技术 不断探索适应重大工程科学管理的新模式 确保工程成为一流精品 绿色大港 阳山港不惜巨资投入环保 致力于将阳山港打造成绿色大港 阳山深水港127的环保投入达到2.1亿元 127工程验收之际 专家对阳山港区的环境保护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上海同胜投资集团副总裁 龟默介绍 从2004年起 阳山深水港建设指挥部 每年都向阳山港域投放大量的鱼苗泄种 维护海域水生物多样化的生态环境 至2008年 累计投放大黄鱼1202万尾 墨鲁227万尾 日本对虾6428万只 青蟹91万只 三游缩子线1576万只等 共计约3.14亿位 每年3月至5月的鱼类产卵季节 阳山港的建设者也尽量减少海上作业 为鱼类繁衍创造良好环境 随着阳山深水港区127工程建成投产 以及后续工程的建设 每天进出阳山港的集装箱船舶 工程作业船不计其数 考虑到船舶的生活垃圾 含油污水会对海域环境带来威胁 阳山港建设指挥部 特意花巨资 建造了一艘500万吨的垃圾收集船 作为阳山港的水上青道夫 同时阳山港还坚持实行清污分流原则 优化排水方案 先后建设了三套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凡是卢潮港辅助区和危险品作业区产生的污水 必须经过预处理达标后 才能进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 阳山深水港二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显示 目前阳山港海域的PH值 溶解氧化学需氧量 活性磷酸盐 铜、鞏、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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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等重金属因子 全部满足海水四类标准 生词 生词 深水港 7 郡公 拼搏 一流 海岸线 张 公 箭 箭头 聚焦点 周边 港湾 洗牌 拍板 枢纽 勘探 团队 论证 蓝图 大型 船舶 确立 航运 藤月 斩 凭空 闪耀 智慧 火花 罕见 沉降 打桩 鞋顶桩板桩成台结构 博案 博案 独创 GPS定位系统 误差 外海 预置 非通航孔敦身 通航 香粮 香粮 巨无霸 贯通 神速 钢 混凝土 叠合适量 胶柱 混凝土 腹 软体铺排施工 吹田亮 吹田亮 掌门人 检验 不息 巨资 打造 验收 猴放 鱼苗泄种 尾 缠卵 海上作业 繁衍 后续 清道夫 PH值 溶解养 成语和固定词组 后来居上 重新组合 举世主墓 高瞻原主 审时夺势 重中之重 通力协作 一招定局 满盘接活 成以岗星 岗为成用 自主创新 水深流急 风大浪高 尚无潜力 坚不可摧 尖端技术 领军人物 不计其数 说话训练 阳山港拥有巨大发展空间 将开创历史 葛建雄教授采访录 声词 试灰 螺旋桨 局限 细数 开步 境内 渊源 浓缩 白玉兰 所致 所致 俨然 严习 维系 维系 绘 绘 弥补 淤积 辐射 牵一发 动全身 上海德明 源于河港 上海的示灰图案中 有船和螺旋桨 它的历史就是一部港口发展史 阳山深水港的影响力不仅不局限于上海 不局限于长三角 还将走向全国甚至全世界 复旦大学教授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专家葛建雄 昨天为记者细数悠悠八百年上海港历史 上海开步至今只有短短一个半世纪 为何港口史已有八百年之久 上海其实是先有港后有城 最早于唐末送出 在现在的松江和青浦境内 出现了古老的两大港 华亭镇 青龙镇 南宋末年 上海港已是非常繁荣 此时时有上海镇 所以严格说来 上海港的历史渊源比城更久 那上海港的发展 是否可以说浓缩了上海城市的发展史 上海自古就是个港城 可以说上海发展史 就是一个港口的发展史 上海市的市徽 除了市花白玉兰 另两个图案标志 是沙船和螺旋桨 现在阳山港入了东海 上海也发展成了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东亚水运枢纽第一大港 将是未来可见的目标 为何港口不断扩展壮大 上海城市也得以渐渐兴盛 航运自古以来具有重要地位 航运发达了 对外贸易就能兴盛 也能拉动周边产业 上海开布后尤为明显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上海之所以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 就是黄浦江两岸航运的兴盛所致 英 法 德 美等国的航运公司 纷纷开设欧洲至上海的航线 一切外国商船到中国 不论目的港在哪里 都要开到上海 上海俨然已是国际意义上的航运基地 现代交通手段日益发达 航运的重要性还能维系吗 从价值上看 世界上航空运输 占了货物价值的30%到40% 但所运货物是有限制的 从吨位上还要靠海运 尤其现代航运吞吐量一大 就能抵消时间上的缺陷 与陆路运输比较 航运成本更低 上海发展航运 除了历史的沿袭 还有什么其他必要理由吗 如果说悠久的港口发展历史是天时 那江海之会 南北之中就是上海的地利 从港口发展史角度看 阳山港最大的跨越是什么 走出了黄浦江 真正做到了江海之会 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 也弥补了历史缺陷 上海以往都是河流型港口 外高桥容量有限 阳山港就在海上 水深和淤积不成问题 真正让江海之会发挥了作用 将长江流域 黄浦江与世界贸易联系了起来 是否意味着阳山港的辐射范围 将走出上海 对 上海将会是牵一发动全身 长三角带动全国经济 上海更是面向全世界的新上海 对阳山港的未来展望一下吧 阳山港本身优势很明显 前面路子广阔 背后腹地纵深 港口本身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是做好软管理 包括政策保证 后方保税区的整合 与上海其他港口的角色分配 还有交通的配套 一条东海大桥能不能保证物资疏通 步子既然跨出去了 如果跨得漂亮 就是开创历史 听力训练 阳山深水港开港仪式直播实录 声词 仪式 直播 实录 庆典 盛况 个载 聚息 概率 高耸 幸运儿 横幅 轻气球 隆重 柱足 瓶颈 点睛 画龙点睛 街牌 烟花 礼炮 穿梭 桥调 专有名词 新浪网 东方网 利比亚 马绍尔群岛 国家重大战略工程 阳山深水港开港当天 新浪网 东方网 联合图文直播了开港仪式 大家好 今天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阳山深水港一期工程建成的庆典日 本网 本网 今天派出记者 这座中国首座外海大桥 也于今天正式通车 由于今天的上海天气为阴转小雨天气 所以记者乘坐巴士行驶在东海大桥上 看到东海是一片雾气茫茫 东海大桥工程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阳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的重要配套工程 为阳山深水港区集装箱陆路 集、输、运和供水、供电、通信等需求提供服务 前方记者发回消息 现在 他们乘坐的车辆已经通过东海大桥主通航口 东海大桥两侧都插着彩旗 彩旗迎风飘扬 据悉 东海大桥全长31公里 可分为约2.3公里的路上段 海滴至大乌龟岛之间约25.5公里的海上段 大乌龟岛至小阳山岛之间约3.5公里的港桥连接段 大桥按双向6车道 加紧急停车带的窗体顶端高速公路标准设计 桥宽31.5米 设计车速每小时80公里 设计赫载汽车超20级 挂车120吨 并按集装箱重车密牌进行校验 据悉 东海大桥的设计基准期为100年 由于东海大桥是中国第一座长距离跨海大桥 容易遇到恶劣天气 迷雾发生的概率大 风力也特别大 因此要求车辆 在上大桥时 无论白天黑夜都必须开启静光灯 记者从前方发回报道 他们已经驶过东海大桥进入阳山深水港区 据悉 上海还将建设东海二桥 开建时间预计在2015年以后 极有可能建成铁路和公路两用桥 前方记者已经到达了深水港区 港区内集装箱卡车和人员列队整齐 在岸边 臂长和利器都堪称世界一流的15台 大红色集装箱桥调整齐高耸 所有装卸设备已全部到位 据悉 今天阳山深水港的天气为小雨转中雨 气温在7至14度之间 阳山深水港区位于上海南汇卢潮港东南 距离南汇卢潮港27.5公里 距离国际航线104公里 是离上海最近的具备15米以上水深的 合理港纸 它是世界上唯一建在外海岛屿上的 离岸式集装箱码头 阳山港17工程 填海造出130万平方米的陆地 相当于180个足球场 规划至2020年 北港区 小阳山一侧 可形成10公里左右深水岸线 不止30多个博位 集装箱吞吐能力1500万标准箱以上 阳山保税港区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 国家第一个保税港区 由小阳山港口区域 东海大桥和与之相连接的路上特定区域组成 规划面积8.14平方公里 首期开发面积7.2平方公里 阳山保税港区设立后 享受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相关税收和外汇管理政策 前方记者发回报道 由于阳山深水岗建设具有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 因此今天的开港仪式引来了近200位中外记者前来报道 现在许多电视台的记者正在播发现场报道 而摄影记者则是长枪短炮 拍摄开港当日的第一现场 阳山今日开港 哪艘船第一靠驳 记者了解到 远道而来的希腊籍南非安特魏普号集装箱船舶舶 船长304米 总箱为6252国际标准箱 今晨第一个进港靠驳 今天还有中国香港的中远汉堡号和马绍尔群岛的 韩进赫尔辛基号将进入港区靠驳 其中中远汉堡号将于14.30分左右靠驳 韩进赫尔辛基号将于22.30分左右靠驳 这也将是阳山开港当日最后一艘进港的外轮 他们将与利比里亚级的中远中国号 及中国籍的新天金号一起 成为见证阳山开港的五位幸运儿 在开港仪式的现场 本网记者看到轻气球拉起一条条横幅 一条上面写着 热烈庆祝阳山保税港区启用 还有一条写着 热烈庆祝阳山深水港区隆重开港 还有一条写着 精心组织 一丝不苟建设世界一流港口 还有一条是 优化设计精心施工 严格管理 确保港开桥通成用 现在 记者们都到了开港仪式的现场 在一旁的厂区堆厂上 数十个集装箱被层层叠起 集装箱上可看到中远集团 COSCO等标志 场面非常壮观 而中间则留有一条通道 似乎是高山中的一条峡谷 这一场面 引得记者纷纷驻足拍摄镜头 据悉 阳山深水港从前期论证到郡公开港 七千多名科研人员展开了 二十项全新的科研专题研究 重大方案评审会数以百计 为之单经节律的院士近二百人次 而且阳山深水港工程 迄今已有五十多项技术成果申请专利 随着后续工程的展开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10点11分 记者发回报道 现在天上飘着蒙蒙细雨 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孔曾伟 他是一位阳山移民 现在已经搬迁到上海居住 经过培训 他进入港务局吉祥货运有限公司工作 开港之后 他将在阳山深水港工作 作为一个阳山移民 他说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 记者还采访到上海港务工程公司的员工 他们介绍上海港工在2002年6月 阳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正式开工的时候 就开始参与了港区建设 上海港工的不少建设者 直接参与了工程的基础建设 开港以后 他们还不会离开港区 因为他们还将参与港区二期的建设 今天上海结束了没有深水港的历史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突破了瓶颈 长三角制造业实现了对大出海口的期盼 将进一步奏详产业分工细化的交响曲 长江黄金水道得以点睛 数据显示 上海港在2005年集装箱吞吐量 1800万至2000万标箱的基础上 2006年再加上阳山港一期港区 300万标箱增量 整个上海港有望与香港、新加坡 并驾齐驱 随着二期三期工程的建成 不久的将来上海港将跃居世界第一大港 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上海港口管理局局长 许培兴 许培兴介绍说 上海阳山深水港建成之后 上海将形成十多公里的深水岸线 拥有30多个博位 年吞吐能力将达到1500万标箱以上 他将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奠定基础 许培兴指出 随着阳山港建设的推进 长江流域集装箱运输体系将以其为核心 中国各内核港口将中西部省区的出口货物 通过长江航线发往阳山港 中转后 由远洋货轮运往世界各地 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 经阳山港分装后再转运各地 据悉 今后上海港可能分工为上海外高桥港口 更多承担为长三角地区服务的角色 而阳山港以长江流域内陆地区为主要服务对象 许培兴透露 上海的长江战略已经有很详细的操作步骤 将根据航道情况 在阳山至南京线上投放1000标准箱集装箱船 在武汉线上投放500标箱船 在重庆投放200标箱船 长江南京段以下港口将输出集装箱集中在外高桥码头 通过水上巴士短泊到阳山港飘洋过海 11点04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宣布 上海航运中心阳山港开港 为了庆祝开港 现在燃放起烟花和礼泡 彩色气球放飞天空 现场响起了喜悦的音乐 一片喜庆气氛 记者看到许多人相拥在一起 非常兴奋 现在阳山这里天上飘着小雨 但是阳山深水港区一片喜气洋洋 人们无不为开港感到高兴和自豪 现场集装箱卡车穿梭在港区之间 大型桥调也开始装卸集装箱 一片繁忙景象 直播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